晚上跟各位先上了一堂課 各位介紹了一下反應的Dural Reacting 以及一些注意到注意的事情 那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來跟各位介紹了一個化學反應發生的過程 包括它的一些機制 那使用的例子呢 是一個甲碗 Sip-Wall 搭上呢 Fill-Club Coin-Gas 然後呢 利用倒光的方式 讓它產生了這個 Coin-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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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過程呢 它顯示到了幾個很重要的步驟 對不對 第一段呢 是把Coin-Gas 經過了照光之後 產生了這個 Coin-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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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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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遇到這個colleation之後,我們都會進入了所謂的這個convocation 你的反應就是什麼的 然後呢,他們生成了一個messio radical,加上部分子的HCL 你的messio radical呢,再加上這段反應當中,還沒有發生反應的這些colle index 你就會再得到,加上這個seal radical 然後呢,持續的反應下去,就是convocation的過程 這是一個initiation的過程 最後當然,convocation,反應就是這個很多部分 這個當中呢,這個 這個,當我的這個colleation採在電燃之後呢 它是一個重要的反應發生,控制的反應發生的這個進行 這個當中呢,是利用了這個 seal radical 然後呢,它要先進行吸熱的過程,可靠一個中間 游到中間裡之後呢,它呢,會再進行一個放熱的動作 可靠,冷定的 這中間裡是什麼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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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你要加進來的另外一個反應物體 就是 反應當中多的自由度 反應當中多的自由度 對,我會講自由度 這個反應裡面呢,它有 兩個能量的高功能 就是 這是一個 這個 這個 能量的 對能力的這個 表示 所以呢,這邊 代表是一個 potential energy 這邊是一個 reaction 的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它的反應是 反應的過程 它都 中間它的這個 每個中間裡 每一個能量台的能量 會接好 能量的會接好 那這邊呢 就是它兩個重要的 波動的地方 就稱為 是一個 能量的高點 上去的 能量的高點 那我以這個 去表示它 這個代表的是 它的 PS 會介紹 叫 它是五把分力的 它是五把分力的 然後呢 將這一些 能量的平穩的 波動的地方 呢 代表的是呢 能夠 能力存在 而且你有機會 做分力的 如果 這是反應的起始物的話 這是反應的產物的話 最後你的政策 是一個反應的 中間體 那你是反應起始物 強能的中間體這樣 這個很難區分 為什麼 在這個單純的 propification的過程當中 你再算是起始物 它是強能的 可是你以整個 旋反應來說 不是空間體能力 但是空間體能力 而不是空間體能力 而不是空間體能力 你知道 看你 要看你 反應的某個階段 看你整個 full reaction 的合法 在這裡面呢 你會遇到 兩個 你用到的 這個 能量風點 叫做能量的差別 一個 是第一個 你的起始物到 能量高中的過程 就是一個 delta ea1 這邊呢 我們另外一個 delta ea2 這是什麼意思啊 指的是 當我要 把這個 messane 遇到的 你要做成 v分子 中間體 這個messurelic 或什麼能量 你需要吸 這樣子的能量 然後呢 去得到 越過這個能量高中之後 去得到另一個 物性的中間 所以這是一個 動作畫 那 你在反應 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 這個動作呢 有兩個能量的高中力 你的高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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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蓋來了這個 反應的步驟 成為了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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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這一步 到了 這個動作 後面 就是一個 很大的方式 所以你的反應 是 你對你的第一步 但是你的反應 是相反的喔 第一步 比較有運行 後面 所以你要是先 看你的反應 還是看你的反應 發生 你的地上 好 所以呢 那你昨天 我們知道整個 反應的機制之後 反應的機制之後 我們要接下來 看什麼 我們要看 這個不能量度裡面 最高中的反應 就是 紅色這個 代表的是什麼 每一個不同的 有分體的 這個 長面中間 你看的能量照片 這時候 我們知道是什麼 它是它的 電源 所以我們要討論它的 生物在裡面 是 我們身處的生命 所以我們用了 這個ΔH ΔX 給你解釋 對不對 其中ΔH 可以幫你判斷每一個 生物有 對 你能力點改革你的發達性 Energy 怎麼判斷呢 利用你的BDE 你的方 或者選N 所以計算出來 你的過程 你可以判斷出來說 其實這個步驟是屬於放熱還是 激熱 判斷出來說 新熱還是放熱 通常是什麼 你要做完這個步驟 你需要斷鍵的時候 你需要幾個化的樣子 你所產生的新的物質 它是 這個會釋放熱量出來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我们在昨天的讨论里面 不介绍了某个历史 告诉你什么 是一个能量的概念 对不对 那现在是能量的概念呢 它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们还是找一个能量 它是一个平衡的过程 我们讲到任意学的时候 讲到这个能量的时候 提到一个黑的地图 对不对 这个你知道 它是什么 在平衡过程当中 再寻找一个最低的能量 另外很多数字是什么呢 是一个EH 这叫活化能 我还要进行反应的数据 反应数据 我们利用背后 告诉你什么 这个KR的分析 反应数据的分析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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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们利用昨天的这个 简单反应 我们可以给你介绍了 你的反应的平衡 跟反应的数据 会影响了这个反应的发生 所以 会不会都会主要 这个反应是 认识反应 是通许反应 没有 所以在看你怎么看 我怎么控制它 我要怎么看 这个反应的发生 我们今天呢 就要再继续呢 跟你介绍 这个反应 如果 尽力不把推展到 这是一个平晚 这些反应 再加上了一个 脚本 加上了一个 一样做 我们的动作 然后又一样哦 快去掉了一步 直接刷 直接整个 可以丟住 这些衣衫呢 遇到的 所生成的 脖子 它会丟到 两个可能的产物 对不对 一个产物呢 是 你的水油是接在末端 等于是什么 爬者的末端是新 包吾水油放上来 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 你的水油是接在末端 两个产物 有两个产物 这样的产物里面呢 这一个是 22 这一个是 22 你本来按照 这个机率去看它的时候 我都会发现 这个6颗 4颗 2颗 1颗 所以你按照机率来看 这个应该 比较速度生产 这个呢 应该要 25颗产物 对不对 你如果看 有多少轻 按照机率来看它 数次分的话 而且我们都会有 放在中间的这一个 取代上去的这个机率 是 产物的60颗产物 可以表示什么 表示呢 它的反应呢 能是利用说 它碰到什么 就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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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我们讨论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 你就要回过头来看 我们的反应 其实的过程当中 你抖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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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另外 如果用哪里 你抖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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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所以你就知道了喔 两者之间差别是什么 那边的 橘色的青 跟黄色的青 跟红色的青 红色的青 是,我這個radical,在中間的過程中,是要帶在中間那個碳,還是末端那個碳 對不對? 如果呢,那這樣的概念 我這個反應發生過來,我要找到他生前 我要找到一個什麼樣子的中間 我要找到這個中間 我的末端帶一個radical 如果呢,我要從這個反應呢,合到下面的長度的時候 我一直握在中間 中間帶一個radical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一個什麼事情 這兩個中間體的穩定度 會影響到你得到的長度的多分 然後長度多分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 它會有一定的態度高 我在昨天最後的書記念介紹的 這個叫做hardical aging 1個 室兒他的很便宜 這種函測性能力 你可以看到也 WORK 或者是你開始放上了飛輕軌跡 這個R是什麼 是一種飛輕的軌跡系列 飛輕的軌跡系列 然後呢 或者是什麼 你放上的軌跡 你放上的三個都不是軌跡 都是軌跡軌跡系列 它的軌跡系列是怎樣 是來自這個 這個軌跡系列 軌跡系列越多的 這一顆軌跡越穩定 為什麼 你白癡市場軌跡軌跡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它是不滿不發於敵人 代表什麼意思 這一個碳中心 它本身是缺電池的狀態 嚴重點飛去 所以反正什麼意思 它本身是渴望電池的軌跡 都固定了 為什麼 那是它現在的反應 它就裝了一個自由軌跡 把它裝了一個自由軌跡 搶了它一個軌跡過來 它是缺電池的狀態 它是缺電池的狀態 既然它是缺電池的狀態 可是這個碳 渴望力 代表大態的方向 它就缺氧 當我旁邊所有的這個 界景越多的時候 它呢 這間界景 也不是你代表兩個電池數來 對不對 它呢 想盡辦法把電池盡量推給它 不能斷鍵喔 可是它想盡辦法 利用CmL鋼皮 單鍵的方式 把電池盡量推到這個缺氧 這個電中心的位置來 就把這個電池的軌跡中心來 在這個合約之下 我過來看這件事 這一個中間體呢 它的碳上面是帶有一個乙基跟兩個氣體 這個中間體呢 有什麼 帶兩個甲基跟負荷基 這一個是一個表面的東西 這一個是一個 這一個是一個 這個雖然帶兩個氣體在旁邊 但是我們可以看這個像 這是乙基不是負荷基 來比例更小 這個呢 雖然它沒有帶兩個甲基的氣體 但是呢 這也不得甲基的氣體 所以啊 這效益你作為主持 就是說 你當地育費 要做好效益 利用單件的方式配電子 你沒有辦法真正把電子 攻擊別人的氣體 它使能夠 講究法它明顯 發生的這個 這個密度 靠近它的密度 所以 引到地育費 跟什麼關係 跟你的確定的關係 你能夠實驗給它 它的確保 缺電子中間 它的氣體越近 它的引到地育會越高 對 如果是題什麼 比如說 這個東西出現在這裡 這邊是甲基 甲基 輕 另外一個呢 甲基 輕 乙基 欸 網路可以做 兩次的方式比較大 兩次不這樣可以喔 可是呢 如果你看到什麼 甲基 甲基 輕 跟一段 自己輕 親 對著 這個 這個應該是比較強 因為它會 漸漸 比較近 對不對 所以 跟你的 碗基 接觸性 確定 你接觸性 對 好 所以 我們很快的跟你相互來實一下 昨天 跟你講的事情 告 這個 你的計量器 你要跟你知道 都是你的這個 意思要怎麼去解釋它喔 連你的這個練習題裡面喔 很多不同的練習 裡面有些計算 你試著練習計算看看 我會盡量嘗試 保釋的方法 我會直接 我會直接 我希望我們會直接 告訴你說 這個貨物是氣流 是放熱 但是你要通過 學院判斷 它是氣熱 是放熱 怎麼影響到它的中間 肌肉比例 怎麼影響到它的產品 的最終比例 我可能告訴我 它是950 3 95 都是730 但是你總可以告訴我 誰是內的 這是哪裡 誰是多的 誰是少的 這是你要放熱出來 但是你要能夠放熱出來 有時候甚至是 我會告訴你說 它的產物就是 60% 所以請問你 為什麼 60%這個產物 這個 能力被導致 就對了 就對了 OK 所以這是在 前面的能量部分 那邊去 也想要去幫忙 好 好 好 OK OK 所以很快的各位 稍微 比拜一下 這個 我們昨天 講到的部分 我在桌面上 我放一個 這個 一拜 裡面是放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 我們的 還有 一把 這個 你們這個 書的 我們 我們 會上次 是 我們的 學生 通常上次 我們 這邊 我們 可以 三點 其他 同學 好 就要跟各位講的部分 這個 稍微 有一點點的 你需要去思考一下 所以你要先把 剛剛我跟你們的自己 拍照 進去 下一次 我們要先入兩個 很有趣的反應 一個用綠 一個用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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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長 這種 趨勢一樣 但是要告訴你 那你要先從這邊的去 代理 那時候 去思考 你要怎麼判斷之後的反應 幫我關鍵一下好不好 謝謝 好 這是我們昨天 緊接著我剛剛要講的事情 對不對 這是一個 冰碗 這個冰碗呢 它去跟一個 這個 Polydex呼吸發生反應 照共的條件之下 25呼吸 這時候呢 會把 浴間在兩個不同的位置 比例 像我剛剛告訴你的 現在默認說是 現在中間的62% 這個反應的發生過程呢 是一個放熱的過程 不查是放熱 我們都算給你查 對不對 因為呢 我要去做這個 鍵的破壞的時候呢 我破壞掉的是一個 C-H框明 我要破壞鍵是要吸能鍵 我承鍵的時候呢 是要得到一個 整個反應發生的過程當中 這個神鍵的過程 得到一個HCL HCL的神鍵過程 是要釋放能量之外 所以你去算 HCL的神鍵 減掉你的CH的 斷鍵能量 所以你會問你出來 整個過程是C-L 或是倒熱的 反應 OK 好 那我的吸食物呢 是在一個 這個平穩的條件跟上 加上一個 C-HCL的AVEN CORIN AVEN 這個CORIN 開始過來刷它 開始過來刷它 這個時候呢 你會得到第一個 能量的高空點 這個能量高空點 這個能量高空點 兩個能量高空點喔 你可以看到你的 這一個呢 你所得到的 探物是什麼 得到的是 那個在這裡 這個呢 得到的是 在這裡 所以啊,這一個的CG-State長什麼樣子? 這兩邊呢,都是帶有Patho的背後 這個CG-State長什麼意思啊? 我這個CG-State長感覺要被拉斷 啊怎麼拉斷呢? 因為好像有畫正圖,對不對? 要改一下,對不對?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Patho的利口很偷心啊? 在這個銀行高波點的時候呢 他還沒有真偷斷,他是怎麼樣? 被拉扯,被拉扯 我的CG-State長感覺好像要斷掉斷掉斷 然後呢,我的CG-State長感覺要去搶了他的氣門 所以呢,這就是用Patho的Patho 這個鞋也要斷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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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下一個 另外這一個路徑呢 這個意思喔 另外這個路徑呢 這是什麼? 他還是 兩者呢 都帶有這個 這個 Ranical的特性 他要撞到斷的特性 對不對? 所以呢 他要越過了這個點 脫不太之後呢 他才能夠真的完成把它打斷掉 剩成一個Ranical 然後呢 HCO生成 那也是HCO生成 所以這個能量太多不同差在什麼地方? 事實上是只有差在 這一個Ranical的生成 什麼樣? 或是什麼? 你另外想像是HCO 對不對? 你另外想像是HCO 都是HCO 或是什麼? HCO 能夠 我們可以解嗎? 不能 我們再拼一次 這個是一個 HCO HCO 75是什麼? 學會是另外的 HCO75 HCO78 H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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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抓 一個它是抓末端的 那是叫中間節化的 我抓末端的 這個星呢 會經過 一個能量高風點 會 折到瀝管 這個不太 這個星呢 要被抓走 所以這個件呢 是它要斷不斷 旁邊這個HCO的鍵呢 是它要生成還沒生成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個叫什麼? 這個劍解呢 枯物是正常的是一種段的電子 因為你悍因是被拉得很開了 另外這個人要慢慢的靠近 另外這個部分呢 它也是一樣 它抓到中間這一個,然後呢,它也是要生成不生成的 要生成不生成的 所以這個步驟它一直都引不出來,因為它的近距離很短 然後呢,下一步是什麼? 不只能被拉回去,所以真的被拉回去,這個真的被拉回去,這個真的被拉回去 另外三步是什麼? 石油抓到有起,不然石油抓到有起 那這邊沒有問題對不對? 然後呢,這一個能量差,藍色有能量差,跟綠色有能量差 你就是插在這一個電子,是帶在末端平台,在中間的手套有進行的差距 所以這一段的能量差,是差在哪裡? 再來 這個插在 它的能力是大部分 沒得 為什麼? 對你手帶著碳,群在精度有多遠 這個是對你手帶著碳,耳邊帶著黑心出在一起 這個對你手帶著碳,耳邊帶著黑心出在一起 這個對你手帶著碳,只有一個黑心出在一起 所以這段能量差,就來自這個 這一個 這要變得懂喔 因為我後面講的是你的面的懂喔 我後面講的是之後,你會發現 連接著能量差,你懂去需要考慮 看什麼,沒有什麼考慮 我現在要調到處,所以你跟我先來看 我先去看這件事 好,我先去往下 再看下去 最後一邊為止,你可以理解 這一個13個T2GL 這一個13個T2GL 單純只有來自這兩個重要的 自由集中間T2GL 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喔 好,我們來看 下一個反應 下一個反應來 這個反應很有趣喔 這個反應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只是呢 我把PR這個Holing gas 感覺是一個Holing gas 感覺是這個嗅水 用嗅水來進行反應 所以整頭反應在發射過程一模一樣 就是什麼 你的PR度接著照光之後 然後呢 進來 但是這個反應的地方在哪裡 它需要加熱 又什麼需要加熱 昨天的這個 這個考慮影片都跟大家講錯 所以VR度的百姓 雜他有算很高 所以他需要比較高的能力 突然往往以下 可能就是降落的動作 VR度的反應可力是比較好 所以有比較高的力量 但是反應其實是另外一模一樣的 第一步一樣是怎麼 VR度呢 經過照光得到VR Radical VR Radical呢 就是搶了那個Poken Poken的這個輕 一樣呢 有破端性跟中間性 和沒有波動 就是這個非常多的 一樣的可能性 它的產物呢 一樣是中間這個 這個取代能力 他們的這個 這個末端取代能力 這個末端取代能力 可是這個能力啊 竟然高達57比賽 剛剛綠色落照 是60度40度 那我秀的時候 變成97比賽 那這個你反性來看 所以你把它算下去 你會發現什麼 這個 這個 木中間輕的反應效率呢 每一個輕的反應效率呢 每一個輕的反應效率呢 可是呢 末端性的反應效率 只有0.5% 這個什麼意思啊 這個什麼意思啊 我們現在要來看 用秀來進行這樣的秀化反應 它的反應效率呢 它有很重要的過程 我們剛剛看到喔 這個 冰網去跟一個 是有突出反應的時候 它能得到 這個重要的就是中間 另外的就是 是ACL對不對 你剛好沒有看的 是ACL 你用秀化到HDR 深層HCL的時候 你的這個 釋放出來的能量 我們都知道喔 成建是一個 次能的過程 破壞是一個 新能的過程 在深層HCL的時候呢 它的釋放出來 是457比賽 升層HDR只有358比賽 這有什麼意思啊 我深層HDR的時候 我能夠釋放出來 相較於你需要 去斷掉這個信息的 它變成一個 新能的過程 它變成一個 新能的過程 這個好好看的 你必須要有 這個方便BDE的 Data調整資訊 計算 得到新能的訪問 我們是有機 不定期待訪問 這個能量 所以呢 我會盡量告訴你 這是一個M-SERMIN 或是一個S-SERMIN 的過程 你才能夠去密搜它 所以最大不一樣在哪裡喔 剛剛的 CLO2 遇到B1的時候 它做的是訪問 這邊呢 BR度遇到冰碗 雙性是吸熱 注意喔 是不一樣地方喔 好 進行吸熱之後呢 我 這個 整個反應的發生過程呢 我會 這個 開始去訪問 往上去 除了能量的高空點 抖照了一個 這個 這個 瓶碗 跟 OBIT的這個VADICAL 就大概在末端 就大概在中間點 另外三層HPR 跟這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邊能量差有多變 沒有變喔 原來的這個中間VADICAL 跟PORT VADICAL 能量差是13 這邊是13 這邊是13 兩個都13 所以不影響 欸 這樣就奇怪了 這些都不影響 為什麼剛剛你得到的比例 類似的事情 這邊得到的比例 會高達的比例 會高達的比例不散啊 學員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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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會高達的比例 他不是經過了 不是只有 到這個比例去決定出來 能夠到達這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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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什麼 他的反應就是進來幫助 什麼意思 他的學員是可以 這跟量差 可能在三個方面 我們看上裡面 這邊呢 他會能量差 就是能量差 我們再往上趟 我得到 我得到 從我一開始的技術 學員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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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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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03CVEDICAL C03會抓到C有路 他得到的場面 這邊是什麼誘致? 路得了自己的誘致 接著他去理他的場面協定 那為什麼我剛才說BR的時候 一樣這些是有的能量差別 等於差別還一樣的 那為什麼就是你自己的誘致? 為什麼我剛才說你自己的誘致? 因為我的常目標是什麼? 3.97 我相信誘致絕大部分的誘致 上面就有上面的成分 為什麼? 主因就在於 上面這個過度態的一份 有一個很大的誘致 在BR部 我已經看到了這個Rainful的時候 這個過度態跟這個 下面我下面的誘致性的誘致 能量能遠離過 我下面這個能量的誘致性 它的過度態 我把它放在一起看嗎? 有發現喔 好,我們來看看喔 左邊這張圖是進行BR的 右邊是進行這個綠的 進行綠的時候 跟BR的時候 後面摸那個這個 這個能量差的時候 兩顆是三個PoC 可是呢 我會進行BR的這個反應的時候 我在過度態度 就是能量差 多大這個9個PoC 這邊呢 則只有4個PoC 所以搞到什麼意思啊? 我要進行這個BR去抓清 得到這個狀態當中 你再少會知道 手上能量比較操作 我會知道 所以我要越過這個能量障礙 大一點就簡單多了 這邊只有4個差別 他會選擇 可是呢 就會有一個多人保證 去做那個假的 這兩個的能量差差 都可以拿一下 所以呢 會再做一次 第二次的選擇 到這邊呢 通常從學校之間 就能量差出來 多少個PoC 所以我跟妳講說 妳就應該有個PoC 不要這樣 我還可以解釋 什麼會有差別 我不是告訴妳 我們要先看能量差 或是能量到後面 好,我們要首先來一次 好,回到前面這一章 跟著我講法一起 不好意思 這個反應 我們該選第一步 我們告訴妳 這是一個 Vividing Trenching State 它的這步是關鍵步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 假機碰到一個綠的原子之後 這個綠原子 有一個給我去抓了清 得到那個中間底 這個中間底呢 原則上已經決定了 你這邊查了 決定的方便查了 你得到它 如果有兩個可能性 得到它之後呢 就決定妳有後種 會掉進去的整個 在綠的這裡 怎麼會告訴妳 我這個冰環的這個分子 錄到這個綠原子之後 進行抓輕的動作 產生了這個 丙激的這個自由性 的過程當中 有兩個可能性 因為這兩個 分紅的中間底的 能量差異有13個Q95 對 因為有這樣的差別呢 就造成了什麼 我再往後走 我到我 譬如說 有一百個 有一百個車頂往過來 只有施子在這裡 柚子在這裡 他後面在路之處於原步驟 他整個經過的方向步驟 都要長過 所以這位是施子點柚子 你過來之後 你得到的長 就是施子點柚子 你的綠現在 中間的 跟階在末段 也不是施子點柚子 我的中間的 我都一定會變長 這個 這個長 到這邊對不對 你們可以接受 對不對 問題在哪裡呢 如果 我把我的板液裡面的綠感 就是秀 改成是秀之後 問題就來了 它的產綠 竟然從40比6 這邊才是3比6 可是什麼意思啊 我這一個 中間體呢 廣後代所得到的這個 10h3 cbh bh bhc在中間的產物 發在同期合成 其實在末段的 這個bhc在3合成 可是我的能量差還是13啊 這時候老師講的 很奇怪啊 前面那個33 這個也差13 那為什麼會有存在 有平常 對不對 如果單純只看中間體的能量差 啊 不一定要存在有平常 但是這時候 滿好的那些事情 我要掉到這個中間體之前呢 我還必須進歸的目覆盤 這個覆盤代表的是 EA跟EA 對不對 我作為辦法 如果降低這個EA的話 我甚至更多 圓圈的 更多的這個平板分子 會想要走 左力左教的更新覆盤 不用去盤這麼高的3嘛 對不對 我不用盤這麼高的3 而且我到達為此 還是一個比較高的長 我總會是比較低的3 而且我得到的這個長 還是一個比較穩定的長 那我當然會 但不確定我們所有的長度 到這部位置 有聽到我的意思嗎 所以 我的過度碳能量差 會再做一次的選擇 讓我的長度得到的比例 像這個時候 所以 綜合上面 我告訴你事情 就會告訴你這件事情 我走BR跟走CL 雖然我的中間體 都是13個丟鏡能量差 可是呢 我的過度碳 會有5個丟鏡能量差 會有一個丟鏡能量差 你如果走的是一個BR的時候 就會高達9個丟鏡 所以 表示什麼意思啊 我有100個丟碗 我們要爬山到不穩定的1 或是不穩定的2的時候 有兩個路徑 這個是要爬一個 這個 要花感被運氣才會爬得到的地方 這個是可以爬到的地方 那我再稍微跳 我往下路爬 走路走在那邊的路徑 所以這頂路又搭得更大 那在這邊會不會有這個路徑 也會有啊 我一定要去爬山 走綠的時候要爬山 只是呢 這個爬山過程 下坡的陣過程比較大 對不對 然後呢 他一定要去爬過一個比較高的這個封點 那這個封點呢 這兩者如果相差不大的時候 這時候就有一個所錯誤的 因爲什麼 引擎看過去呢 整齊不太早 就有一個所錯誤的 你去想這件事情 我也能不知道我可以走 一個呢 是70度的 一個呢 是25度的 可是我看到一個路徑是 70度跟一個55度的感覺 差不多 那才可以平常說 5度的感覺 70度的感覺會更多 而且我機力可以往 70度的方向更多 所以呢 當我 這個能量差出來的時候 這邊差的越大 我能夠爬到這個 底部台的這個 這個 人間呢 個數就會越多 選擇性就會越高 所以就會審真呢 在這個PR的部分呢 因為這個能源差的很紅 但跑到這個問題來的 個數呢 就變多了 就變多了 可是很像後面上一陣子 到這邊 他會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就是 為什麼這個會比較 比較大的差別 趕緊開始跟你結束 不是告訴你 因為脫離太多的同 會造成 你要去發生 這個壽子 會有種不一樣的影響 各種不一樣的影響 到這邊 還OK嗎 有問題的話 現在可以 提出來 好 不要緊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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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這個BR 我是用BR的D-A的 去進行像醫師的百年的時候 它的這個能力差會比較大 這個會比較小 可是奇怪 對不對 一定是出界在什麼地方啊 出界在我的這個過渡態的結構啊 其實有不可能 不然怎麼會有什麼大差距 所以過渡結構講什麼樣子 來就講到這裡 OK 這個過渡結構有兩個可能性 一個呢 我們要改成X 無處 它有個人心理有個人心胸 它呢 一定是X要去搶的這個心 這個X要去搶的這個心 發生反應的過渡 你知道 C-H鍵到斷乱 X-H鍵到生成 這就是兩個事情 要有明述喔 你去想 如果呢 這個心呢 就拉的比較靠近X一點 這個時候呢 這個碳門就比較小了 如果呢 在中編結的過渡當中呢 我這個心呢 還沒有這個 這個X-Rating 還沒有這麼小來拉它 它還離得這個 比價金 離我的碳門比較接近 這個碳本身 你的溫度性質 比較弱 比較弱 所以講這什麼意思啊 我這個碳 如果能夠把這個心 撥得越強 我的溫度性質就完 不出來 這一旦呢 這個氫呢 被X-Rating 這個碳一旦在溫度上 它就會出現了 很像碳 如果我的碳在出現溫度上 我又可以回去用 帶至於溫度性質 碳上的溫度性質 越來越多 它的這個狀態越來越低 這個是你的碳門範圍 碳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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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這個袖來放給大家看 我以這個袖來放給大家看 我接著煮醬汁 心情 這支配 蛋 烤熊 蒔磨 湯 。 這兩個反應在發生 它呢 經過了一個人家的高峰 這個人家的高峰呢 是一個 很新鮮之類 這鮮之類呢 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意思 一個呢 是C13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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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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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5 C15 如果在這個條件之中,因為它都可能是在Ridical,也沒有真的深層HP拿的類 可是這個心頭是有些僵性嗎? 當我的過渡態裡面,這個Path影響Ridical的成分越高 我們是不是就有機會利用Ridical的穩定器來去判斷誰會低 對不對?所以我就直接告訴你了 在秀這裡面,它呢,這也許被拉得很高HP了 這什麼意思?我的CH間已經特別打斷了 所以這個Path影響已經接近是很像Ridical的性質 結果很像Ridical的性質 所以我就是這麼意思 我旁邊的甲基可以還是貢獻地去利用Ridical 這什麼會造成什麼? 造成我的這個二號駕駛Ridical的這個Ridical 是有額外的利用Ridical 這邊如果改成的是綠 改成的是綠的時候呢 這有什麼意思? 我的青呢 還在比較靠近出去的地方 我的Ridical改成是綠 和青呢 摺位還在比較靠近碳的位置 而是什麼? 我這個碳本身啊 還沒有被拉到 它有點冷靜的地方 就轉開了 我這個碳本身啊 我這個碳本身的甲基啊 防止很大 你不是那邊有過程的方式 你外面還是訓練有過程的方式 對不對? 所以你要這樣加進之後 你們會知道喔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 因為我的秀的反應過程當中 它的過度泰已經接近了Ridical的狀態 這個時候呢 你兩邊的這個取代的 這個取代的穩定就會進來參與反應 會幫助你把你的這個過度泰呢 它的過度泰的高度泰的降低下 降低下比較多 所以呢 可是不停的出現 接下來要告訴你 什麼意思是說 那你的水平太適合它 為什麼它的 以秀來講 為什麼秀的這個 穩定能分比較高 為什麼你裕的這個過程來講 為什麼裕的這個過程來講 為什麼裕的這個過程來講 為什麼裕的這一個Ridical 它的這個過度泰能 它的碳中比較沒有 有這個Ridical的性質 只有有性的性質 這樣 到現在不停的 這個會關係到你之後,學到一些其他環境所,如果類似的事情 日後的環境很少是自由期,會是什麼?正路面合 但是一樣的,就是正路面合,但是不要隨便看 這邊很重要喔 你這邊之所以能夠產生後面產地的差別 不是因為,不只是因為這個中間體的能量差 中間體能量差已經給你一個很大的選擇性 就是什麼?中間體能量多 無論你是用什麼環境,當然是用環境多 中間體能量,這個你變了X13和DMDC 可是呢,你用秀跟力氣來之後呢 把這個選擇性又拉高了,以秀來講,變成基底戰 這個是什麼?我秀的環境能力氣的過程程中 它一定有一個因素 造成了什麼?造成我的過度派有這個活化你的差別 讓我的選擇性再增加一次 到這邊現在知道嗎? 如果我要進行一個X度 進行一個無數化反應的時候 因為產生自由期的關係 我中間比較多,這是確定的 一定會中間比較多 為什麼? 我的中間體已經有13MDC的差別了 所以你確定了 所以你確定了 剩下是什麼? 為什麼有中間差別之後 它能夠再增加它的比率 就是它能夠進行一個活化你的能量差 活化你的能量差 那活化你的能量差 那活化你的能量為什麼會有差? 為什麼我們說BR進來的活化會有差? 一定是因為什麼? 一定是因為BR之後進來的能夠反應我氣勢呢? 我這個星呢 如果被... 大家比方說進去一下 可能是什麼意思啊 我的實驗學見解 可能會被拉斷了這個... 就是被大家距離是較遠的 可是什麼? 我的探子在一個面子裡面就找到了 實驗學見解 甚至我的探跟心等會在一個面子在在共享 然後如果我斜尋的距離 配搭越遠的 就是什麼意思啊 那分加了 輕的電子會輕 碳的電子會不會碳 所以快分加了 所以如果是秀的時候 會把這個星稍有點較遠 然後呢 這顆電子呢 就會快斷快斷的 所以這時候這個碳粉質呢 就好像是缺電子的狀態 那如果是綠的時候呢 情況剛好是相反的 我遇到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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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星確實是快被拉斷 可是呢 那一個activation的過程當中 這個星最高峰的時候呢 是個星呢 primary裡面的碳 可是什麼意思啊 碳金箭的這個箭結的 當頂的這個成分呢 還是比較高的 我的碳呢 沒有這個 不行像於是 最為是缺電子的狀態 我側的圍繫是缺電子 我旁邊的轉機 缺電子就沒辦法幫助我 就不能幫助我 但是以秀來講 旁邊的圍繫機 就能夠去幫助你 所以就出現了一種 這邊的圍繫跟 這邊的圍繫 跟這邊的圍繫 那為什麼換到你的過程當中 到底誰進來會幫助他的 到底是 什麼樣子的條件進來 是否我們過程當中的星呢 在過程當中的星呢 在過程當中的星呢 是比較遠看的 還是比較清醒他 要是你看看他 是因為去跟秀嗎 是因為什麼呢 是因為什麼呢 是因為很認 你做到一個理論 叫做奧夢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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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講說奧夢反對 奧夢反對告訴你什麼事情啊 他告訴你啊 這一些過渡態的 這個能量態啊 要由誰來去幫助判斷 要由你是吸熱反對 還是放熱反對 就幫助你去判斷 這個過程中 就是他的結構 過渡態的結構 所以你剛有注意到嗎 我們剛看到 以綠來進行反應 跟以秀來進行反應的時候 這個差別來自於什麼 綠是一個方法 秀是一個方法 秀是一個方法 好 我們先停在這邊 你把這邊稍微消化一下之後回來 我要告訴你 阿風發數位 再告訴你什麼事情 怎麼幫你判斷 這個過渡態的結構 怎麼幫你判斷 過渡態的運氣 怎麼幫你判斷 過渡態的運氣 過渡態的運氣 我們來看 這是一個平碗 平碗呢 它就跟一個 hellohack發生反應 hellohack呢 似乎要帶有一個 自由氣的方式 就抓了平碗裡面的 一個氣 讓你的平碗 三個碳 使用一個碳 去帶自由氣 可以接受吧 對不對 好 我要先過一個 過渡態 在一個中間 這中間也是什麼 是這個平碗在自由氣的中間 有兩個可能性 一二四太三破端 一二四太太 這個中間 因為自由氣的關係 帶在中間這一個 就是這個 他已經決定好 中間那一個 取代的場面 是什麼 最近是平碗 對接動環 好 這兩個條件當中呢 他們兩個各有各式的部分 下面這個 這個固露態呢 一定會比較低過 上面這個固露態 為什麼 下面這個固露態 下面這個固露態 拉斷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想像 我是一個CH core 你要來拉我的 這個CH血液體 要把我切斷 對不對 這可能是什麼意思啊 我的血血液體 正在被固露態當中 所以我的這個碳 我自己本身 本來是穩定的 但是越來越缺電子 或者越來越缺電子 所以過程中 我一定是慢慢的 然後再訓練其狀態 你要這樣看 你也都知道 我的過路態 如果我的電子 被常走的附路式 在中間 彈進入地步 強調我 無論它的傾向高度 它會有什麼情況 產生對你的科技 要這樣 好 我產生這個問題 過程當中 如果我的過路態 具有比較低的 微點頭的位置 也就是說 我的能量高度點的位置呢 我的血液體 如果還是很靠近的 雖然慢慢是被拉臉當中 可是呢 你有這麼快被拉過去 對我來講 我覺得很大 我要是很安全 他雖然你會贏的 還會很難 對不對 所以 但是我自己調整比較好 他 比較缺乏這個科技 對我來講 我是狗牽 我還是狗牽 所以呢 我旁邊 幫我穩定 我有取代金 我幫助你拉 反過我來講 如果發生反應的時候呢 要來搶我電子 這一個 五速電子 它能力很強 正能量高風點的位置的時候 它已經把握 拉得很過去了 這重點是 這個氣勢不太多過去了 在高風點的位置 隨身是可以抽 那我就開始覺得自己 一樣 很缺乏電子 這時候我就很需要 別人來幫助 所以如果我在這碰碰之下呢 我旁邊 有要說取代金 給我幫助的時候 在這碰碰之下 他就會降一個 較高的影響 為什麼他就變得 很困難 所以關鍵在哪 關鍵在於 我怎麼判斷 我的過路態 到底是具有 較低的報告 還是具有較高的報告 可以接受嗎 好 接下來 這個哈佛科學 就是要跟你們這些事情 哈佛科學人 要告訴你 你要怎麼按照 你的反應的進程 如果這個反應 我覺得你的發生 你的 energy state 整個去幫助你 去預測 你的水群 state 它的分子和結構 長什麼樣子 所以告訴你 如果你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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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熱的反應 則你的 成績 會長得很像你的反應 什麼意思啊 過度再去過 長得很像你的反應 如果你是一個 這個 成績的反應 你是一個 暴力的人 則你的 成績 會長得很像你的反應 因為沒有反應 但是我們時候看 你們都知道了嗎 什麼意思啊 這是一個 反應物 我們用這個 怎麼一直說的反應 對不對 如果我是一個 這個 稀熱的反應 什麼叫稀熱 即食物的能量 是低過你的長物 這是一個 稀熱的反應 好 稀熱的反應呢 你的能量高峰 怎麼化 我一直以為 能夠接近你的長物啊 所以 這兩個 性質上的 要接近 那 老師說 性質 這個反應的 中間是什麼 是Ratical啊 所以你的過度態的 結構當中 Ratical的成績就會去過 反過來看 你如果是一個 combination 它是一個 泛惡的過程 對不對 泛惡的過程 你的其實或能量太 是低 超過你的長物的能量太 所以我要是畫出一個 能量度的時候 你怎麼畫 這個高峰點 都一定比較基礎你的 反應物嘛 那是能量高峰啊 所以一定就是 你的反應物啊 反應物啊 或什麼 是不放熱的過程 這時候呢 我的結構 長得就比較像我基礎 什麼意思啊 本來是平緩 它的坑洞長得又是平緩 就是比較缺乏 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概念 這是要怎麼 在稀熱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用你的長物的 這個 這個 中間體的這個 任何的引擎 去判斷你的 這個 對方的引擎 所以 在稀熱的過程當中 這個過渡態 會接受到 產生 Vertical特性的時候 這個判本身 被估計了 有一點點選出 比較多 所以我跟你講 你不就忘記談了 過渡態嗎 其中 在過渡態的時候 你吸熱的過程當中 來看 這個碳心腱被拉得很遠 在 放過的過程當中 這個碳心腱呢 還是很容易看 它的進度也很容易看 所以 這個位置 你這個人不來看它 這一個 這個Renical 是不是可以被 旁邊的影響 這個身邊 就可以看管它 但是在右邊 這個人不來看它 邊的身段 因為它確定是缺的不多嗎 所以你是不是會幫你判斷 你這樣條件去判斷 你一定知道 在秀化的條件之下 它的這個9個 第2個的這個差異 非常不錯 因為呢 它的過去態 具有比較接近 自由基的結構 所以呢 放在中間 這個20碳的位置 比較多 所以 你不就在地的5個 這個地方 能量差越多 啊 能量差越多 能量差越多 你多覺得過來 你多覺得過來 你多數越多 你多覺得過來 你多數越多 為什麼 我是說EA越低 你多數越多 因為我們之前 你之前講的嘛 在 一個能量體當中 一個能量體當中 EA在這裡 就是你的 發生能力的形式 形式的位 如果我把我EA能量往下拉 那是不是 我能夠越多EA的 你多數就越多了 這個沒有想到 如果我能夠降低我EA 如果我能夠降低我EA 就是我的 發生反應EA 假設現在我EA 如果我往下降低EA 這個時候呢 很多越過這個EA 前面的這一些 又是出了一個EA 當然反應我 我們發生的 結果 所以我降低EA 當然是 讓你的中間比腸 更多EA 中間比腸 更多EA 所以我這邊 應該知道 需要思考一下 但是你進了那邊的 你不需要想說 但是你如果能夠降低 你如果不開 就不停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先 大致上 至少你要懂得 你起什麼 你先再想一下 這另外一個 你跳看看 你不想我講什麼 你要去看 一下整個 這個結構的過程 好 我今天是剛剛告訴你的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Severity 就是自由基的武器 你的取代性 越多的人 為什麼取代性 越多越武器 所以我稍微告訴你 一件事 越比桶自由基的 這個 核性的中間比 它是 確訓中的 它是確訓中的 不是溫度 是確訓中的 就是 它會有大力 OK 好 你會往下看 所以你最基本 最基本的 你要能夠解釋給我看 所以為什麼 我用綠化 用繡化 再加進去 如果 你個子 你會拿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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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過不開 為什麼 過不開 因為 過不開 結構 在西內的過程當中 它是接近 長衛的結構 它有 Ramico的個性 比較好 所以 Ramico 這個 它是很小 很合理的 這件事情 包括之後 我們交替了 不需要一定 他用這個 Ramico 我們把 最難聽到 講 但是 對你來講 你來講 你來講 比較難看 接下來要告訴你 是 我們從第一個反應 來看 它 中間 反應 中間很高 國性的石 叫做 Ramico 它是一個 碳上帶有 一支 除了COC之外 還有另外三個 重要的 重要的 碳 一個 我們稱之 還有一個 叫做 碳兩磁子 碳兩磁子 碳兩磁子會寫來 你你兩? 碳就是人間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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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燧 碳 碳兩磁子 這兩個 都是缺眼性的狀態 中間很重要 為什麼 我們先下 這一年 最後一年 剩下幾個月 七八個月 那兩次 當天內 你會不斷地碰到這些核心 高核心的核心 接下來進入是一個負含電子的疊瘡位置的中間 你不知道操縱的那樣 就叫做碳因磁質 無論是碳量磁質或是碳因磁質 碳的核心 一看到這三個核心 它就代表是一個非常高的核心 你非常不能拿到穩定的碳量 碳因磁質的幾個核心 通常都會發生什麼核心 如果反應發生過程當中 你所不得的分子 不能忘記喔 中間力學的時候 或者能量磁質裡面的一個核心 比較低的波子 不能跟這個TSOA 不能跟同時的波子 最後一個叫卡幣 卡幣很重要 可是在大二裡面 比較少的卡幣 卡幣的分子 卡幣分子是很重要的一個化學物質 它能夠用來做很多重要的化學物質 在現在的電子氣質裡面 我們這些也是做很多卡幣 卡幣的控制 卡幣的經濟 那卡幣的這個做法就是 卡幣的這個結構 要給你看到 這樣 它能像一種 比較接近 比較接近 它是一個這種手段出行 這兩種平面 在上面的維持 什麼意思 碳因磁質的平面 這四個獨立裡面 變成深層的兩個 就是剛才的兩個性格 真的能進場 然後呢 因為兩個獨立裡面 就是獨立成功的 硬就是在兩個獨立 這個卡幣 那我們就告訴大家 有事實上的卡幣 我們就想知道 我的碳有 我的碳有 四個獨立 你可以講它是一個 SP-3 對 四個 SP-3 對 四顆電子 這四顆電子 呢 其中有兩個 聚分 一切 產生的間諜 剩下這兩顆呢 有兩種排版 有兩種排版 一個是怎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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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站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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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所以他必須要在馬上做我們上的 那畫圈裡面的問題是要講的是現場是做完現場超市的 就是強然一定有機會如果真的要幹 做得起來就不要打 他必須是剛才有製作的但是也是很好的 這個高火星的頭部指導 他有放飛太陽、Ratical、放飛太陽和大明 四輪和行動最重要的指導 放飛太陽 這兩個會關心到接下來 所有導致最高的掌握 學到了後來看 放飛太陽 他說Ratical 恭喜你這段技術 你介紹他後面 因為他不是一個高二級長線的掌握 正式電都是一個長線的掌握 好 什麼講到飛太陽 飛太陽的結構是兩樣 他是一個碳的旁邊接的三個線 拖在一個空輪圓 所以像是一個ST字的合成 它是一個平面結構 它是一個平面結構 然後呢會生成一個空的地圓在這裡 這個空輪圓這個 碳子卻變成什麼狀態 碳子卻變成什麼狀態 所以我會很喜歡 這個電子 有多電子的空輪圓 都會有相近 所以他永遠在混淆 是有帶一種負電的空輪圓 一個負電的空輪圓 在負電的空輪圓 它是帶有一個電子 一個電子的空輪圓 所以呢 以一個太陽技術來講 它是一個速度 所以呢 當我有一個負電的空輪圓 我兩個空輪圓 一個是在這裡 一個是在這裡 這就關係到了 我們下一站 來介紹這個 這個電子的空輪圓 你開始發生了一些 直律度的這個噴 它會開始提前一些 電子的空輪圓圓 就從上來 會出現不同的產品 所以不懂三個 以太陽彌子來講呢 它的五倍性呢 跟Carmine Radical是一樣的 它呢 是 取代機越高的 它的五倍性越高 所以呢 三級 這個三級的太陽彌子 三級是什麼意思呢 我有三個黑性質 叫三級的太陽彌子 這邊蝦身的太陽彌子 所以它本身很可能 會用它 當牌子或它 下一步他是接收一個密集給達 可是我要升成他的時候 我要從自己本身進到多一個密集中 他沒辦法真的把那列子想過來 為什麼?我這個想要列子從什麼? 我自己自為無功嗎? 我打科目的計算上計算 沒有,他怎麼辦? 他一定是要跟人家借把一些密集 拉著靠近自己 去幫助你自己的這個訓練中的狀態 兩個效應 一個是我們之前也講過的 叫做 Without Depend 這個呢,是利用這個 SIGMA Bounder 來去懂得你的移動電視 重要喔,這叫做 SIGMA Bounder 是透過單劍,你第一顆劍解 第二劍解 然後先通過第二劍解 第二劍解呢,是我們要討論到 將來,你的取代金怎麼去穩定 一個不穩定的中間 探陽、探陰、或是你那個揹頭的時候 總動取代金的這個穩定的三個 因素就全部 第一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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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去揹 幫助電視問題 這很直接對不對 我能夠從我身上擠出貨 都擠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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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呢,是我們所擠過的 共振 在控制裡面擠出貨 當我的胎電視存貨 的時候 你可以把胎電視 讓它跳躍 在反應中跳躍 只要我有多餘多 有多餘的電視 它會跳躍 跳躍的過程怎麼樣 我會把我電視盡 盡量攻擊給人 我都擠出貨 你知道我是傻傻的 攻擊給人家武器 做確認嗎 你沒有說啊 我會缺啊 可是這個東西的反應 這個很主要意思啊 我們大家會一直碰到 你會有語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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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告訴過大家 RESERVICE的結果是什麼 只要你的結果當中 RESERVICE的這個HIGH 代表什麼 你有多餘的上頭 你會讓你的整個分析 就會變得更加 因為你的電子 可以攻擊給二個分析 的視頻 比較好 會使用溫子 會使用溫子 這個中田路導的這一段 它可以教你的開門 所以你使用的 定心的方式的底下 位置而入 就是因為它入住的東西 它可以告訴你 你有多的RESERVICE 因為多的RESERVICE 這個 使用的 共振的力量 會長掉 所以到這個Evac RESERVICE RESERVICE 會有很多 可是在晚機裡面 沒有人的省事 晚機都是保額的 拿來的新的這個拍子 就是拿來的拍人 或拿來 或的這個屁股 所以晚機不會有省事 晚機有人的省事 要離開 定規 第二 H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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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棕 thermal基礎 是要超為公共的現象 代表的 實力用 這個 SIGMA崗孽 或者使用這個 NON崗孽 能交 電子 跟缺電子 這邊是一個標準的碳氧磷子 旁邊放了一個甲基在這裡 這個甲基在有三個星巴士 三個星巴士 這每一個甲基 這個甲基在每個CH都是一個電子氧磷子 當我這個甲基電子氧磷子 它的位相跟這個缺電子氧磷子 這一個是跟這個甲基電子氧磷子 我們會用這個甲基的調整 去幫助我們自己的環境 這不是也能過去 或是一步步過去 我們也能過去 所以這叫甲基電子氧磷子 這個跟Messence機一樣 Messence機用的 用的是你派對姿勢 所以這是甲基電子氧磷子 甲基電子氧磷子 甲基電子氧磷子 是甲基電子氧磷子 我們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理論 叫做你男人臉幹 男人臉幹就告訴你 為什麼的糖體裡面 它會具有很特別的 這個 軸向的血核心 我們以前叫我幻莊 像我幻莊以前 就上上女臺杖 幻莊的往內的時候 是不是告訴你 你的血核心要放在製造下 你去看你的身上 你看看這個糖 你的很好糖 它方向的比例很高 如果是這個 特異的胸口 它把它放在軸向中 然後打了一個 或者是這個 到33-33 就是因為這個 這隻軸向的 其他軸向的軸向 它會用這個 這個軸向的軸向的軸向 進來幫助你 一個 這個 CO 所以 它的軸向軸向是 比較難解決的 但是呢 我其實是 會考慮的 直接是 這個開箱的軸向 第二個是 這個 這個 Sigma-Bonding 它會提供電池去穩定缺電池的缺電池 所以管機能夠當作缺電池就贏在這個程度 一個是它有誘導效應 因為它沒有什麼上材 它沒有什麼電池 對不對 相較用電池 管機呢 它可以把電池推過去 那什麼時候可以把電池推過去 如果你把電池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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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電池推過去 你把電池推過去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假機線建的時候 這是一個NAMPOLA的方式 所以這邊就電池 我都會把電池推過去 我都會把電池推過去 那邊快離去 綠的量度是比較高 所以說綠的量度是什麼 所以綠的量度是比較高 所以這什麼意思啊 有不再少的量度是 èe ee ee 所以這問題就比較多 重要 你要生成量的光線 就變得非常多 那多一生長 但是多的房子 所以推壓電池 看這個事情 你的取代性 能不能適時提供電池 電池的力度 否則確定你什麼東西 這講一下 就告訴你 接下來這次的原因 切創整的呢 你到地位就要上來的眼睛 不然其實都不明顯 你凡是用到眼睛的眼睛 都會用到眼睛 你的脂帶機直接接在訓練機的上面 當作是水長的 因為它的距離最短 你告訴過你 它以為是右短 它沒有什麼比大嗎? 我靠著眼睛當然是瘦也不一樣 那就不一樣 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用3 Radical 3 Radical的特性長得也很像是這個胖子胎 它的結構事實上 我會得到SV2的結構 像是單電子 是站在這個胖子 這個地方 4-3 Radical 然後呢 它反應的這個特性 Rradical反應性跟通常是不大一樣 但它電子傾向是一樣 它都是一個缺越值的狀態 但它的穩定性 一般 這個D Radical 鎮陽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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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 揥陽離子 鎮陽離子 走ват死 鎮陽離子 小刀 只要 受挽陽離子 鎮陽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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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發生了兩代就電腦中都發生了 兩代就在眼睛 看到眼睛 但本身在眼睛 看到眼睛 這些都是很適合的 打到這個漢堡中的狀態 所以這些都是屬於這些狀態 這些都沒有講的 漢堡中的問題 所以兩個 一個是漢堡底子 一個是漢字有機 這兩個都喜歡 我身成本頭的時候 我都喜歡漢堡底子的問題 我都喜歡漢堡中的問題 就是這個熊堡底子 他會這個處長蠻生氣的 所以跟那個radical 這個radical的特性 這個是算數 它的特性 這個radical本身不會參與 這個 這算不成說 它不會參與 到時那個radical算是 它會不會進入參與 電視頻 所以會有差不多三次 所以這一個方法 是不算進來 它的重心模式 不確定性 除外變成是一個 複電的折迷高速度 它說電視頻 一個主因佔領的電視頻 它就是一個明顯的排視頻 它就是要算進來 這個分成的過程 好 好 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這個 炭痕的高反應性 那個合格力 我們稱之為 是有碳硬體質 就是一個papomelnaill papomelnaill 原則上 它的這個結構 一定是什麼 它帶有三味的 成績硬體質 跟變的發生顯形 然後呢 這個炭痕硬體質 多帶有一個屁股硬體質 對,它的結構跟結構有任何真做的海洋是不一樣的 它不是SP5,而是一個標準SP3 所以它的另外一個標準SP3 它就是這個電腦是很一整個SP3做的 它結構是很大一樣 最很奇怪喔,這個電腦就聽得好 如果是看這個電腦,它是哪一個人使用 通常就會創造出系列 它是完全有任何人使用的 但是它就是寶宏令,另外他的病情做出系列 結果是寶宏令,但到請下面啦 沒有要馬上去想人家 想人家一根電腦就會想在哪兩個陣子 所以呢,我要想個電腦,想要講這件事 我想要怎樣這樣想 我就有想性是怎樣 可是阿姨你一直好 可是他是哪一個人他是偶爾的 他的資甲YouTube,這個地方已經不一定出過 因為我兩個在這邊 所以我打上去的時候 她本身的已經決定好它是永遠這樣的 相做的場 我進來的已經這樣走到 裡面的方向的方向 它不應該是有大的 但是當然在JBS它會出現一些 這種的不懂 沒有遇到什麼這種不懂小生物 有些因子的方向 好 最後要去看下去 這個碳因臨子的比較順暢 這個碳因子的詞 在旁邊一些不同的時代情 這學習的影響是變好的 這個變性 所以現在的碳因子把過來 它凝止的就是什麼小 我們是多變多的 這個是不太穩定的 難得在地下 所以我希望什麼樣 希望有人幫我拉走一個電池 那我就能讓我覺得有勇氣 所以這時候我旁邊在播放給他指教機 管機的時候 這時候造成這個碳音 你主部電源 電磁度越來越高 它就會有一種不舒服的 那種電子很擠 所以它的5DG就喊過來了 變成是MASIO最穩定 然後呢 一級 二級 三級 越來越勇氣 你去想 我都已經帶了這個電子 我已經覺得很擠了 結果很沒有放生的假機 你放了電子機能多了 就算是電池的 所以呢 以硬離子來講 是旁邊沒有那種取代機 有四五三個電子 就是最不穩定的 最不穩定的是 C G33C 這個帶有盤子的這個 這個取代機器來的 就是電池的狀態 所以看來講 我告訴你的心情 你要去發生反應的時候 這個硬離子 這個和這個發酵 原來講 整隻眼睛是把它的原則放好位置 其中一個位相的支援物件 還在去攻打 藥馬去抓來就要清 藥馬它們是一個應對板 去進攻的叫做電池環 可以就回到應對板 就是 把這個瘤環給我 因為它是一個 輕核性的心管 就是一個不含電池 所以它會感應 就是一個 一個不含電池的東西 因為它是真的 不含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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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習慣電池 所以 所以 這樣 所以 所以 這個瘤環的瘤環 然後 俗進龍的動作 不要趕進去打人家 不要趕進去抓人家的錢 就是很熟悉的 最後 會做這件事情 好 這瘤環 這個 這個瘤環的瘤環 它會有帶一個 這個瘤環的瘤環 在它的碳上面 然後 會讓它有很好的瘤環 還有是一個很強的瘤環 解跟瘤環 解跟瘤環的區別 然後到第六章 解跟瘤環的這個 特性在什麼地方 非常難分 當然是 看它的 這個瘤環 是 但是 它的反應出來 也就是 通常的解決 好 最後最後最後一個 就是一個 卡片的分子 這個卡片的分子 通常是來自 一個碳上面 具有一個瘤環的瘤環 加上一個瘤環的分子 一定對 的話能是兩顆代錄 這個叫 去分子 這個叫 去分子 這是給你額外的分數 一般來講 去分子 比較不利的 方式的分子 但是 反應來講 它要看到哪個角色 它有可能是 去分子 有可能去分子 欸 如果電子 一顆球 或兩個月有吃的 才是反法 這兩個反應就是 又差什麼 這樣 這我看就差什麼 兩個都是卡片 但是 只有它是 抄載的 這個卡片是 兩顆葉子 在兩顆 兩顆 兩顆層的層 這是什麼 一個是 一個是 所以看到反應 個型的時候 是一個 卡片 會把他們 是一個 代表的 有两个字的这个方法 他会分别去抓人 分别去抓人 SingleState的这个方法 他喜欢发生一些抗受力的 他喜欢发生一些抗受力的方法 他喜欢接受人家把电子打开 打进了控制的方法 他就顺势把这个方法 这很好玩 这个呢很喜欢你做的 他手机跟大会把系列的方法 跟系列的方法 他会发生一些抗受力 接受人家的抗受力 这个在我们的第八章系列 这个在我们的第八章系列的时候 也有一个概念 它呢同时可以扮演 你可以扮演抗受力的方法 所以以旁边来讲 这个抗受力的方法 可以扮演抗受力的方法 可以扮演抗受力的方法 就是说你充抗受力的方法 它可以是一个氢电子系统 这个多电子的方法 它可以是一个氢电子 它是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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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不能调控它 让它变得 但随于只有relation板 也有valiant 或是能不能调整 它是这样子 valiant 可以 怎么做 你要改变方法 第二版 你可以改变 这个碳 每群跟金属结合一起 不是光线的 好 第二群跟金属结合一起 就是可能它的特性 每群座各式各样的方法 这是一个标准的制备 它定了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强烈的条件 它用的是一个 MOMO 就是一个TripleMessage MOMO 就是一个新资料室 在这个分子 你若把强解条件之下 它会做到一个C 好 我们把第13个讲完了 但是 它是我讲完 你不需要自己看 这边呢 看这个视频 不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今天你要我去 这个 看 把它盖出来 你要把它盖出来 在你回去做夜行李的时候 我有一种 这种特别的结构 你要把这个 这样子的分子 比如说 它会碰到的时候 是有照光 鱼类的确定性 如果你说 如果是做一个这个 这个 濾纖给你讲 它可以是 对我去想 或者想一想 什么 它这个濾进来 通过照光 鱼类的确定性 比如说 如果是做一个那个 如果是有照光 它是哪一个 请问你 如果要加上什么 它要加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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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是 它应该是 这个 让你们看 你要回到 我们这边 想说 这个过程 是一个 版本的过程 要加上一个 是一个 这个 所以 所以這邊就是混石 他們選擇的 產生石油 這個石油會進來 然後產生一個 回合的會進去 就直接先放住 他們選擇的會進去 為什麼? 他不想做什麼 太棒了 誰會放送的會進去 我們就想過了 他們喜歡走路的 他會突然來 但是他會突然轉換 他會突然轉換 整個石油會突然轉換 為什麼? 開始 他會突然轉換 它就突然轉換 不要 disasters 說什麼事 就像是髒 innovator 你説明 不要緊 所以這個微型會出現其他的微型 我還是時間控制性 我會讓你這個分子先控制一下 因為這個沒有控制性 這個沒有控制性 只有這個分子 所以這時候我以後 我會先做一道理性 這個沒有人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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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是因為 這一用紙是剛好 有時候 有時候 有一個開箭機 加上一段 有用地圖的上面 沒有人 就是標準的 就是標準的 對不對 最高速的一段方式 是 我講的是他做 另外一個 第一次選擇 我剛剛說明顯示 就是標準的 你做到 沒有人 沒有人 所以如果看到你 第一次的時候 會發現 他所謂的東西 是這些主要話 就是要告訴你 可動的行程 這時候 就要行程 就要行程 零拍的就知道 第一次當中 就會有什麼 好 所以呢 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發射了很多 反應發生的過程 然後呢 教你 說 你要是去判斷 你的這個 反應發生的時候 為什麼它是 走向這個 產物端 還是 你怎麼選擇 一個是 你透過這個 你的中間體的 這個 一定性選擇 一個是什麼 用 吸熱或放熱 幫助你去判斷 你的過度態 結構中 會長得像 這個 結構要長得像是 產物呢 還是要長得像其次物 然後呢 就幫助你判斷說 它是具有一些 高國性的 重心體的侵在 比如說 它有沒有存在像是 跨風燈頭 照片子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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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之後 我就利用 我旁邊的取代性 是不是如果我可以拿 去幫助你判斷 我的五度 怎麼會 我們是聽到你的 就是大概 我們在這個反應 的這個部分 都教我的事情 好 接下來呢 謝謝 謝謝 謝謝